最近几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在各种各样的方面做大量的投资,最明显的是在交通建设上。 如果我们把1980年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来比较,在这个方面可以看到很大的不同。 例如说,今天中国已经建筑了一条10万公里的铁路,把东南西北各个地方联系起来。 但,为什么要推行交通建设的发展? 大家好,今天我想跟你们一起不仅仅来讨论中国的地理和需要,也谈谈发展交通建设的缘故。 然后,我想探索中国交通的未来是怎么样的,尤其是为什么发展航空是最重要的部分。 好的,我们开始吧。 我们知道,中国是世界上的缘积第二大的国家,缘积约有900万平方公里,人口也相当多,有13亿人。 这样,中国的人口密度就是150人平方公里。 再加上,人口超过100万人的城市还有119,但我们有一个问题。 中国的地理很复杂,有山地、高原、平原、沙漠、丛林。 所以,我们怎么可以把人们联系起来? 答案很简单,要飞了。 今天,中国的20多个航空公司飞到国内的200城市每天来运输100万人。 但是,这样不够,因为交通网不够大。 比方说,每天上海和北京之间来往的人数是25万。 但是,这是因为航班和火车的容量不那么大。 很多人说,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建比较多的铁路线, 可是,地上没有空。 还有,建筑新的铁路的时候,建筑的公司不仅仅造成空气污染, 也消除了绿色的地方。 这是为什么中国的政府决定了开始发展交通建设。 但,还要考更多的原因。 第一个的原因是,中国大量十部的城市没有跟东部适当的联系。 例如说,新疆的乌鲁木齐离深圳3000公里。 如果我们坐火车,旅行的时间可以到了40小时, 但航班只是5个小时。 自然地,在很多的情况,最好的办法是坐飞机, 节省时间更高效,更安全。 结果 中国的政府发现了一定要建新的机场, 让偏远地出的人们在一天之内就能到达北京、上海等大的城市。 中国的新的路程。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某个长远是, 一个新的路程。 一个新的路程在几书间, 一个新链达卡。 Manga recently opened as well as this bridge in rural Laos. What's interesting is they're all part of one country's project that spans three continents and touches over 60%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If you connect the dots, it's not hard to see which country that is. This is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一个美国的公司可以在中国间工程做手机 每天从工程要运输 所有的部件到美国 因为在那里租窗 但浪费时间就是浪费钱 所以这个过程一定要很快地做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 有一次说明用飞机 可是这个工程载的城市 这阳神的宁波 以前没有机长 所以又一次可以看 建新的机长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要发展交通建设 除了经济商业产品的好处以外 发展交通建设最重要的目标 是来解决中国人口的不平等 城乡的家具 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上最大的问题之一 而缩小城乡家具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加强交通建设 建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